游本昌老师用一把破扇 把技工这个酒肉和尚 既是旧人 游戏人间的形象演得深入骨髓三分 让人觉得技工就是游本昌 游本昌就是技工 而主题曲的歌词写而破 冒而破 身上的袈裟破 是经典用流传 旋律似乎硬刻在我们现在的 心里朗朗上口 形象生动 这首歌过了三十年 还是觉得很好听 其实技工本来是二十集的剧本 但是由于八十年代 国内的电视剧起步晚 电视并不是普及的物品 所以电视剧的制作经费捉襟见肘 而当时的电视剧 更是以两集为一个单元 最后在导演张哥的建议下 和游本昌老师商定拍六集 拍成一个系列 这样在游本昌老师和张哥导演的合作下 诞生了第一次的六集作品 第一集技工出世 第二集阴阳内水 第三集古井运墓 第四集妙手仪流 第五集乔点子金钗 第六集大闹行相复 第二次就是1988年 原本去拍六集 但因故有老直言的前两集 也就是第七集最接梅花腿 和第八集制谱无头烂 后四集幻成了吕梁 偏名也改成了技工外传 至于为何换成吕梁 是由于一场二十多年前的官司 其实那个时代的电视剧产量虽然少 但是每个都是经典 结合现实 或者忠于原著 主题表现明确 描写手法不积 技工的特点 就是运动一些现代化语言 和荒诞语言来讽刺实事 而十二集系列剧技工金传 则完全用荒诞手法 将现实生活中的夫妻 邻里等关系 及各种矛盾 用技工连贯起来 就可以 wounded 家贯 impossible 你